哈囉大家好我是哲平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影片是呢 我到目前擁有的騎士水晶以及 該怎麼疊技能的一些簡短介紹 我現在擁有的水晶其實很多顆 大劍師水晶、高倫巨兵、龍騎士、角鬥士、 護盾衛兵、劍士、聖騎士、鬥士 一大堆 為什麼要這麼多水晶呢 其實是因為我有一些技能想要用 然後想要一嘗試 所以才會買那種多顆 好 儘管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要使用高倫巨兵靈魂水晶來當我的主水晶呢 為什麼而不是選擇重甲式靈魂水晶 而且還把重甲式靈魂水晶變成副水晶 這也是有病呢 為什麼要這樣取捨是因為 高倫巨兵的靈魂水晶 我比較小要用 因為它有盾擊、防禦姿態、銳石穿石跟踢破 主要我是看踢破啦 因為我想要解踢破 看我的角鬥士也有踢破 龍騎士也有踢破 但我踢破就是LV3 很酷 那基本上就是 其實要怎麼看你想不想讓它變主水晶強不強 其實 就是看你自己的技能使用度 還有就是你自己想不想要這個技能 或是你那個 角色 你那個靈魂水晶的那個 對你來說有用的技能多不多 一直要依照這些東西去取捨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主水晶可以隨時換來換去都沒有關係 好 其實 其實疊技能來說呢 其實大家不用害怕 如果你真的有時間的話 其實你自己試試看就知道 其實 像比如說破甲 破甲其實它攻擊出去之後 它破甲就是降低物理防禦10% 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就 降低物理防禦10%很帥啊 那我就一直疊破甲好了 可是其實呢 大家發現其實有一點很簡單 你看這個破甲的時候 只要看到它只有一個單單一個字叫做破甲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沒有再上去的階段 就是你的破甲不管是LV5還是LV4啊 還是怎樣很帥氣的 LV最高的 你的破甲用有就是降低物理防禦10% 那它升級技能到底有什麼用處 就是其實 就是讓你打怪 打得更痛而已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要破甲這個 這個效果的話 其實你可以取捨就是 讓它LV1 或是怎麼樣 然後讓其他技能疊起來之類的 像盾擊啊 就是技能中斷LV1 就是技能中斷LV1 欸 代表盾擊LV2的話 可能會延遲更久了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好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做過 我們來試試看一下 看盾擊是不是會延遲 剛剛好像是疫苗 那我們現在換一下 如果有其他水晶有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自己嘗試 因為可能是我自己人生太無聊了 好不好 所以我就 就常常在那邊無聊 亂打怪 應該說我農怪時間太長了 所以就 就無聊在那邊亂打怪 所以其實 你要怎麼疊技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版上的 或者是一些文章 教你就是有哪些技能是相通的 就是可以有哪些水晶是 相通的 可以讓你疊技能 可是你疊技能你也要看一下 到底你是想要讓他成為你的攻擊技能 因為其實 水晶就只有這幾格嘛 然後要洗出來也很難 所以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想要這一招 或是他打出來真的是特別痛 你就拿來疊他 如果你只是要疊效果的話呢 那其實 你只要疊一招就可以 就不用再讓被那個技能疊 好我們現在看盾擊LV2 他一樣是競爭中斷LV1 我想說如果中斷很多秒 那真的是太OK了 覺得會太OK 好那我們 等一下再介紹一下 其實最近我一直很想 很喜歡疊的一個技能叫做 叫做舍身一擊 為什麼我喜歡疊這招呢 是因為 其實舍身一擊真的是還蠻好用的東西 先拉一下 什麼可謂舍身一擊呢 舍身一擊就是 拋開身軀去救別人 沒有啦 好啦 舍身一擊就是 你按下去LV1之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叫做脫力的效果 就是怪物會降低攻擊強度10% 其實剛好因為我想要嘗試 嘗試給大家看 可是 我其他有舍身一擊的 冥魂水晶都被我洗掉了 所以就是我來問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 你LV2的舍身一擊打下去呢 失敗了 舍身一擊打下去之後 是降低怪物攻擊力15% 然後是10秒 其實10秒大家好像覺得很短 可是其實他的CD也只有11秒而已 所以你這個10秒放完之後降低攻擊強度10%降完之後 你又可以再放 11秒再放一次 可是這招有一個缺點就是呢 你放的時候會損血 所以我在單 我在單鏈的時候呢 我配置打法是這樣的 我會先找一隻怪 然後給他破甲 然後再給他舍身一擊 然後我當我沒有血的時候 我再開一次試血 打下去 他每秒 每3秒回復生命上限的3%持續9秒 所以我這樣血就回回來了 所以其實 就不用怕 而且如果你在打副本的話 我打算副本的話 我要讓 我的舍身一擊最高等下去 這樣 幫團隊降一下勾 血量可能會耗很快 那怎麼辦 也不能放四血啊 那其實沒差 因為 打副本的時候都鼓勢在哪裡 我們有天羽民小姐 就不用跑 那所以其實呢 像這個嗜血啊 他也是 只能一個等級 他不會在 不會在身上去 所以其實 像我如果真的 不需要嗜血 是要當我 當我的主打攻擊技能的話 那其實我只要 留他LV1就好 拿來洗其他的技能 因為其實 有很多技能比如說舍身一擊啊 或是 這個啊 堅忍之擊啊 這些都可以疊的 你看這是堅忍護盾LV1 那代表他 LV2的話 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傷害 我還沒看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你的數據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 要疊技能 研究技能的話 你可以 你這方面著手 或者是 其實就是你覺得 這招很帥啊 你剛好有很多招 可以 配合裝備 有沒有 或是配合其他剛好疊在一起 就變很高的 但打起來很痛 也是很爽 也不一定一定要效果 但是因為我走的是Buff台 所以 我就想要用這個效果 然後其實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抉擇就是 我要怎麼配水晶 還有就是 我如果戰士用魔法師水晶 會不會很爛什麼之類的 其實 這些東西都不用怕 因為 這遊戲 很自由 你想要 怎麼玩都可以 像我們那個Temo 他自己也是 原本是弓箭手 然後自己去 買了那個什麼靈魂之槍 然後結果 花了很多錢 可是人家玩得很開心 因為 因為他 他就是 那個技能很帥 然後打出來也是 不會說很 不會說不痛 可是就是 看起來就是沒有 沒有弓箭手那麼爽感 可是 就很好玩啊 那為什麼他玩 技能吃槍都沒有變爛了 那其實 其實就是 看你的那個其他 水晶搭配 還有雙倍的搭配 所以其實 不用怕 這遊戲就是 你想要怎麼玩就怎麼玩 而且其實 你如果有很多顆水晶 像我現在是高倫機 跟水晶 那我其他水晶 你就變廢了嗎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 只是變 負水晶 沒有用的話 我就變很廢 其實沒有 沒有那個差 因為其實 像如果 我後來想要 玩那個 護盾衛兵 好 因為護盾衛兵的 護盾防禦 也是蠻OK的技能 如果我後來想要玩他 那我就直接把他 洗成 我就把他買那個 變成 竹水晶就好啦 對不對 那我就把他變成竹水晶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高倫巨兵 再變成 附水晶 所以其實 這沒有綁定 而且你可以隨時更改 所以就 就不用擔心 就是你選錯技能 其實你可以 多做一些嘗試 多做一些打法 像為什麼 我要放 就是要走 群buff的 這種 傷害打法 就是因為 我就想要玩這種 所以我就玩一種 然後竹坦就交給那個 蜻蜓 蜻蜓靈坦 根本推卸責任 然後其實 其實因為 其實像這邊 他其實這個遊戲就給你 5格 5格 快結練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好好活用 像我 我就很想要把這個LV 5等的第5格改成 就是專門放那個防禦姿態 因為其實防禦姿態 攻擊姿態那些姿態呢 你在放完之後啊 切換是可以直接 繼續延續的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真的不怕手忙腳亂的話 那你就 在這個快跳完的時候嘛 你就按一下防禦姿態 像有那個buff之後再切換原本的主打水晶 那你這樣就 你就有防禦姿態LV2可以主打水晶 所以就是其實這遊戲就是 水晶硬直搭配 要不然其實這遊戲的重點就是水晶搭配 反正就是 就是自己玩出自己的風格 也不用 也不用強說什麼 最強的打法 頂多就是 你不要 好像很帥氣有沒有很多技能 然後LV1 然後很多技能 可是其實 技能還是要挑幾招 跌到最高 然後讓那個升級 變成主打技能會比較好 要不然其實 你很多招技能啦 其實 你放出來SP 又不夠 那其實你用很多招技能 也是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我主要 我主要也沒有在 你會 裝備問題啊 所以就 不介紹什麼裝備了 基本上我都是撐血量 還有就是 就主要就是看血量還有防禦 其實我 只要是血量還有割檔什麼的 我會直接裝裝絕不管 然後最近很開心就是 有提到 現在目前有用到三招提破 所以我的提破是 LV3的 提升HP上限750 以及法術之力量 7% 所以當我放嗜血的時候呢 我可以試蠻多的 那我總怪掛了 收起來 那其實 其實這遊戲 強得很強啊 其實也沒有說 一定是 就是強人玩的遊戲 其實就慢慢體驗這個遊戲就好了 因為其實這遊戲 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玩 比如說 你看 這個球玩模式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抽 而且 不是只有這個 樣式 他還有其他比如說 一些盜寶經理啊 或是 一個兔子 反正就已經新打到了 然後打到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因為 這遊戲 幣子沒有 就是 東西就沒辦法賣上去 所以大家看到新奇的東西都會想要買 就可以升級賣錢 養家活口一下 然後 等下 那待會5月8號就要維修 就要 開放 然後也要開放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到時候再慢慢的 為大家再一一介紹 這就是 目前 我的 我的配套啦 我是想要把 蛇神一級洗到LV5 然後在戰場的時候用 然後平常就是 平常配套就是這個打法 就是 破甲 跟蛇神一級這樣放下去 然後 沒有寫的時候再配上試寫 這樣其實 就不太會 可以靠太多的SP了 然後再來就是堅忍之急 這個也不錯 就是 就是盾 會增加一些 防禦可以抵擋100傷害的東西 然後 就介紹到這邊啦 很久沒拍影片會有點生氣 掰掰 掰掰 We don't have a job 這裡是哲平 如果有想看的被案影片 或是其他影片的話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喔